原标题,歼20同门出口型战机设联后自主返航,让用户我连连称赞作为中国的重要飞机生产商,航空工业成都飞机设计所合成飞公司,制造了无数经典的飞机。 他们在不断创新,感写着中国各类飞机的新高度。 我们知道,成飞除了研发了歼20系列,歼10系列这些让国人自豪的战斗机吧,还研发生产了翼龙系列无人机。 虽然看上去翼龙系列无人机的技术水平不高,但是事实上这种无人机,是一种典型的高端货。 他们运用了不少成飞、索和成飞厂,在研发生产三代机的技术,甚至还有一项绝火与地面战施联后自动挡航。 近期,央视大交栏目中,报道了翼龙系列无人机总师李一东的优秀事迹。 报道中大尺度地曝光了有关翼龙系列无人机的各种画面,以及发生在该机身上各类的幕后故事。 其中提到,几年前的一天用户国派出翼龙无人机执行任务,但在飞出几十千米后,有用户国飞行员操作失误,地面战与飞机之间的信号,突然中断飞机失联了。 用户国赶紧跟程飞入用户国的服务组工程式联系,说飞机找不到了,失联了,所有信息都没了,让中方想办法。 因为飞机飞出太远,中方服务组也没有能搜索到出去执行任务的翼龙无人机的信号。 随后,该国空军启动雷达进行搜索,但由于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较低,雷达也没能搜索。 到这架无人机,用户国安慰中方工程人员没事,但是程飞工作人员却将心提到了嗓子眼。 因为这是翼龙无人机飞行了数百架次,头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,一旦这架翼龙无人机追悔,将会直接光顾中国翼龙无人机在国外的口碑。 距离飞机是零三十分钟,依旧没有收到任何信息。 所以,用户国派出相关人员,沿着翼龙无人机的飞行航迹搜索飞机下落,哪怕是残骸也好。 就在这时,机场塔台向用户国军方报告,翼龙无人机已经返回,稳稳地着陆在了机场跑道上。 大家选择的心终于抱得下来,这成功地验证了翼龙无人机锻炼返航功能的可靠,这也为一东和团队带来了更加充足的信心,更让用户国对中国出品的战机烈烈称赞。 此后,这个团队不断进取,甚至创造了当年烈项,当年首飞,当年交付的奇迹。 目前,翼龙正以其出色的表现,让越来越多的国家新人这个品牌和这支团队。 目前,翼龙无人机已经发展出了最新型号翼龙ID,不断系列化普世话发展,迎来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。 本期的视频会订阅,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展,订阅,转发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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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